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风网技术专题讲解 我是北风网的专制讲师 浪峰 本专题主要讲解的是 使用传闻检索技术来构建 电子商务网站的在内搜索功能 那么本节课 我主要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关于Lucent 关于传闻搜索引擎的一个第二大重大步骤 就是Lucent的搜索 搜索功能 也叫做查询索引的功能 那么第一个重要步骤 关于Lucent的建立索引的过程 在前面我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剖析 那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解的是 关于Lucent的一些搜索的一些方式 关于Lucent搜索的一些方式 那么它有不同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查询组合 那么它的搜索方式可以有多种 那么下面我已经给大家都列举出来了 这是Lucent的一些搜索条件的一些组合 Term Query 布尔 Query 它可以根据布尔值 进行一些相应的组合 包括我们的一些范围查询 根据相应的范围去查询 还有Preflex Query 根据前缀去查询 Flex Query 这是根据短语 根据某些组合成一些短语进行查询 然后Multiflex Query Multiflex Query 这是多短语查询 还包括Flex Query 这是我们的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 还包括Without Query 这叫做通背符查询 使用通背符的方式进行查询 还包括Spin Query 跨度查询 那么跨度查询 它又包括 Spin Term Query Spin First Query Spin Near Query 还有Spin All Query Spin Lot Query 包括这些查询方式 那么还包括我们的 Rejects Query 正则查询 正则匹配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查询的一个转换类 它的主要作用是转换用户的关键字 叫做Query Parcer 这样的一个类 那么还可以针对多个Field 进行一个查询 叫做Multifield Query Parcer Multifield 还有这个是基于我们多线程的一种查询方式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些多种的一些查询方式的一个区别 以及一些使用方式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好 我们打开 打开MacLibs 那么这是我们前面所所建的一个工程项目 那么我这里就建一个 建个包专门存放我们查询的一些例子 叫做Query包 存放的是查询的 查询的一些类的信息 那么我们建一个单元测试类 叫做QueryTest 测试查询 这个类主要是测试 Lucent搜索 测试Lucent搜索的一个类 好 那么我们这里接下来为大家一个一个去讲解 它的一些搜索的一些组合条件 一些搜索方式 首先我们讲解第一个搜索方式 第一个测试类的搜索方式 叫做 Time Query 这是根据某个词条进行搜索 我们可以打开Lucent的一个API文档 去对照它的一些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第一盘下面的360 下面的2.0 Docs 我们可以打开它的一个帮助文档 因为搜索的方式 它有多种 它的组合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依次的学习它的一些搜索的一些方式 搜索的功能 首先我们找到Term Query Term Query 那么它们都是存放在搜索包下面的 叫做Lucent Search 这个包下面的一些搜索 那么我们首先找到Term Query 可以看到在这里Term Query 好 我们就首先进行一个单元测试方法 那么我们首先将一个单元测试的一个架包导进来 把单元测试框架引进来 那么我这里就直接使用JUnit 4进行我们的单元测试 那么也可以选择JUnit 3进行测试 那么为了方便 我就直接选择JUnit 4进行测试 我们将它引入进来 Finish 好 已经成功的导进来了 那么JUnit 4的一个使用方法 它是使用的是一个注解 叫做Test 这样的一个注解 去标注我们的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 好 我们将这个注解引进来 JUnit JUnit 包下面的一个注解 那么首先第一个测试是测试我们的Term Query Term的一个查询方式 好 之前 之前 之前讲建立所有你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查询 简单的那个Lucent的一个搜索 那么它使用的是Index Serta 这样的一个类来构造我们的查询条件 来构造我们的查询条件 构造之后来进行搜索进行搜索 使用的是它的一个设置方法进行搜索 将我们的查询条件 Query对象 传递到设置方法里面 然后进行搜索 那么它返回的是一个Hits类 Hits类 Hits类里面封装了我们Document的信息 我们可以直接从Hits类里面去 获取我们的Document里面的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的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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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信息 好 那么这里因为我要显示它索搜索里面的一些信息 就是Fair的里面的一些值 所以我这里封装成一个方法 就叫做直接打印Document里面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还是以上面的上节课的例子 就是将我们的文件对文件 作为一个数据员的方式 那么我这里可以依次的进行打印 首先打印它的一个 FileName FileName 那么第一个FileName 它是从Document里面去获取的 doc.getFileName 首先打出一个FileName 那么doc.getFileName 那么这个叫做FileName.streamValue 获取它的一个值 那么第二个则是一个 叫做内容 文件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getFileName 叫做content.streamValue 那么第三个值是叫做size 文件大小 doc.getFileName size 调用它的一个streamValue 去返回它的一个stream值 那么第四个则是pass 文件的一个路径 doc.getFileName 叫做一个pass 那么使用它 它的一个streamValue 去获取它的一个文本值 这叫做打印 document文档里面属性的信息 叫做File的信息 File的信息 那么我们搜索的也就是搜索 File的里面的一个Value值 搜索的也就是这样的一段内容 好我们进行关闭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构造一个termquery对象 叫做termquery对象 termquery 我们可以找到termquery它的一个构造方法 那么它里面很显然需要一个term对象 根据一个term对象去构造一个termquery 这样的一个查询对象 那么我们首先将term对象进行实力化 那么上节课已经讲到了 term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File的Name 那么我们直接叫做FileName 那么第二个则是搜索的一个文本 关键字 一个关键字 那么我们还是叫做indexWriter indexWriter 搜索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所在的File的一个信息 它的一个文件名的一个信息 好我们将它传递进来 将term对象 传递到这个termquery里面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 indexSerta的一个设置方法 去返回我们的搜索结果 返回我们的搜索结果 那么这里我们我就将它做一个封装 将它做一个封装 就直接返回的是一个 那我想一下 直接返回的是一个Document的信息好了 Document Doc Document的信息 比如说叫做 Search Query 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Search 叫做ByQuery 因为是根据某个Query对象进行搜索的 我们这里将这个Query对象传递过去 那么我们需要创建这个方法 创建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可以共用 包括下面测试的一些其他的一个Query方式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来返回这个Document的信息 Document的信息 那么这里使用indexSearch Search 这样这个搜索的一个类来构建 那么我们首先将它进行实地化 那么这里也需要一个索引的一个路径 需要一个索引的路径 索引文件的路径 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个路径 拷贝过来 因为搜索也是需要一个索引的一个路径 索引文件的一个路径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参数 indexSearch indexSearch 那么这里有一个异常 我们需要捕 indexSearch 直接传递一个锁你的一个路径 锁你的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indexFile 直接将这个锁你的路径传递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使用它的一个Search方法 那么我们目前只介绍它最简单的一个搜索方式 就是直接根据我们的query对象进行查询结果 后面的这些参数 后面再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详细的讲解 那么我们首先将这个 那么这个query 因为它有不同的query方式 我就直接使用它的一个复类 它的一个复类叫做query对象 那么那么这里直接定义成query对象好了 我们直接将它传递过来 来返回一个hits信息 hits它包括了我们的document里面的一些信息 它存的是我们document的信息 一些信息 看到它存的是document的信息 但是它存的是一个hitdoc hitdoc因为它每个document它有个id 有个文档的id编号 那么它实际存的是这个id编号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id编号去获取实际的document的信息 那么它还有一个得分 我们文档它有个传重 所以它会计算一个得分 有个score 那么我们这里因为只有一个document 所以直接使用它的doc0 获取第一个document的信息 第一个document的信息 好我们直接进行 那么复取之后 我们直接将它进行打印 那么这个方法就叫做 file 调用它的一个静态方法 documentutil.print documentinfo 我们将这个document的传递过来 直接进行打印 那么我们打印就直接放到上面好了 这里就直接返回个word的类型 就不返回了 那么这里也不需要进行接收了 直接调用这个方法进行打印 进行打印 那么这就叫做根据 query对象查询索引 或者是搜索 进行搜索 搜索 lucent搜索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单元测试方法 这个测试方法 那么运行这个junit测试 我们直接运行它 这里选择我们的clips的一个测试 测试类 那么这里有一个异常 大家可以看到 lot of reality的heat number 也是没有这个找不到相应的 因为之前所有文件已经进行删除了 所以说找不到 找不到该 该索引文件的document的信息 我们将它删除 再重新建立一下索引 好 因为这个例子 我就直接封装成一个索引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操作内好了 那么就叫做index. 那么后面我们还需要重复的使用 这个索引的一个工具内 我们在这里直接复制过来 因为这个类它主要做的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hello world的例子 那么真正的索引的操作类 我们需要放在index.down里面 这代表我们的索引的操作类 操作类 或者叫做对索引的增刷改查 或者叫做对索引的增刷改查 索引文件的增刷改查 对索引文件的增刷改查 好 我们首先建立这个索引 建立索引 那么这里查询 那么我们可以将它 将这个类定义过来 因为我们需要重复的使用这个index 对索引的一些操作 index.down 我们首先将它进行一个实力化 实力化我们的操作索引类 那么首先建立我们的索引文件 建立索引 建立索引 调用的是index.down的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man方法 去建立这个索引 那么这里需要声明为static类型 我们直接调用它的一个createindex方法 去建立索引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建立索引 这里使用这个man方法 那么我们首先建立这个索引文件 好建立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运行这个单元测试内 看它有没有将相应的索引的信息 打印到控制台 这里用到了打印的一些方法 打印到控制台 再运行一下这个单元测试 好可以看到它是绿条 绿条就代表没有异常 是运行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成功的将搜索结果都全部的显示过来了 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搜索结果 也就是说它根据这个file name 根据这个file name file name值为关键 关键词为index writer 已经成功的找到了 该document的一个文档的信息 然后根据这个文档信息 去找到这些相应的file的所对应的值 那么这个term query就代表测试正常 代表测试正常 已经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二个query对象 构造第二个query对象 那么它就叫做 我们看一下PPT 它叫做一个boer query 那么这个boer query 它很显然 它代表一个boer值 是否的意思 是否的意思 那么它的组合方式有多种 must就代表必须 必须 must slot很显然就相反 必须不 必须不 那竖的就代表可以或者不可以 它没有实际的限制 它可以代表不可以 可能的意思 那么竖的和竖的 竖的和竖的可以进行一次组合 那么我们首先将这个boer query 进行一个构造 也使用的是一个单元测试方法 叫做test public public void 叫做testboer query boer query 这里3其实没必要进行 进行一个这样的异常 这样的异常 在这里接收 实际是开始不到的 我们将这个io去掉 没有异常 就不进行例外的抛出了 那么首先我们构造一个boer query 我们也可以查看它的一个帮助文档 看它的一个boer query的一个构造函数 叫做boer query 叫做boer query b开头的叫做boer query 那么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构造函数 可以构造一个空的一个 boer类型的一个query 因为它后面可以添加它的一些组合条件 添加它的一些组合条件 那么这里add方法 只是为我们的boer query 添加一些组合的一些条件 那我们首先将它构造出来 那么接下来 可以调用它的一些add方法 去添加它的一些组合条件 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add方法里面 它需要一个boer close 这样的一个 这叫做短语或者句子 boer的一个句子 add close close是一个句子的意思 句子 to aboer query 也就是说一个组合 一个boer的一个组合 添加到我们的这个方法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点进这个boer case进去 那么它下面还有一个子类 叫做arcus 发生时常发生的 那么我们需要构造一个 b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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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对象 boer 这样的一个对象 我点进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arcus类不类里面的一个 每举值 每举值 它可以有三种值 第一种是must 第二种是must lot 第三种是数的 那么它的一个组合方式 主要是有这几种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第五种 总共五种组合方式 那么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依次的演示 这几种组合方式 那么首先我们看 第一种组合方式 第一种组合方式 它是must和must 也就是说 它这两个域 这两个搜索的一个结果 一个域 可以进行一个相交 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一个must 所以它取的是一个交集 比如说两个域 那么它取的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一个交集 一个交集 我在这里演示 给大家看一下 需要构造我们的bolearn close下面的一个 arch下面的一个must 那我们可以添加它的一个 那么must返回的是一个arch类型 arch类型 可以调用它的一个add方法 叫做就是什么方法 bolearnquery bolearnquery 那么bolearnquery 它有个add的方法 add的方法 需要传递一个bolearnclose bolearnclose进去 add一个bolearnclose 将这个bolearnclose进行实地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olearnclose 它的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它的构造函数 第一个是一个query对象 第一个是一个query对象 那么第二个则是一个条件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构造这样的一个query对象 那么这里的query对象也是使用的是termquery termquery 我们首先将它进行一个实地化 那么这里我们也需要一个term对象 那么这里我比如说使用file name的一个叫做indexwriter 将这个term对象进行构造 那么这里需要一个termquery对象 后面还需要一个ork的一个对象 那么比如说叫做bolearnclose.ork.must 一个must 那也就是说它必须包含 在file name的关键字里面 必须包含indexwriter 那么我们接下来构造第二个 第二个bolearnclose的一个条件 也是使用相同的方式去构造的 那我们比如说叫做file name 它包含了一个 它的一个file name包含了一个txt txt进行构造 那么这个叫做term1 termquery1 那么叫做1 那么接下来这个就叫做2 因为它需要构造两个条件 两个的这样的一个termquery对象 那么这个为1 这个为2 那么这个就为2 那么这个比如说叫做must 都是必须的 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条件都添加进去 都添加进去 bolearnquery.addclose 都添加进去之后 然后再次调用这个搜索的方法 将我们的bolearnquery 传递进去 bolearnquery bolearnquery传递进去 看它有没有打印到相应的信息 所以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测试方法 单元测试方法 这里我们需要指定运行的方法 那么就 就是一个bolearnquery 这里没有它指定的一个运行的方法吗 那么我们首先将第一个进行一个注释 它不论是两个都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成功的搜索出来了 因为这两个条件 做一个必须的操作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使用的是一个交集 因为这个可以查询出来 这个也可以查询出来 查询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再进行一个交集 所以它们的结果仍然是一样的 仍然是一样的 那么我现在需要演示一个 这个must跟must 它们的一个这样的演示方式 可能不是特别好演示 特别好演示 那么我因为它们的数量 所以我们这种document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我这里再添加几个进行测试一下 再添加几个进行测试一下 那么这里我因为方便于它的一个查询条件的一个演示 我这里就给它添加多个 多个document 而不只添加一个 那么我在这里进行一个新建多个document 比如说这里随便 随便改一些东西 改一些文件名 我就 我就随便改一些 比如说添加三个document 那么我这里随便随便加一些 这个就这样子 改一下它的一个文件名 好进行OK 那么它的文件内容 我们是也相应的做一下改变 比如说这里将这一段去掉 那么这里我们将这一段进行去掉 它原先的我就不动了 那么这里我比如说将这一段进行去掉 然后后面的话 我将这一段进行去掉 好 这里有三个数据员 那么我们同时为这三个数据员 进了一个 都建立一个所以 都建立一个所以 add document 那么它这里的话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默认是第一个数据员 默认是第一个数据员 这里就直接 默认让它建立一个增量 所以你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就定义 三个数据员好了 为了测试方便 那么这是一 二 三 我们也将它进行copy过来 进行个copy copy到这个位置 点tst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数据员 我们将它复制过来 好 这是lucent的三个数据员 那么第一个 它已经建立起来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获取第二个 第三个 这叫做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个数据员 那么这里就叫做 二 这里就叫做 三 这里就叫做 Dock一 Dock二 Dock三 为它建立 三个数据员 那么首先我们将它进行删除 将这所有文件进行个删除 手动去删除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叫做 因为是up 我们比如说叫做一 它原先的名字 其实可以不变的 就叫做这个名字 那么这里也就叫做这个名字 那么好 现在为它建立了三个数据员 我们需要重新的为它建立一个索引文件 为它建立一个索引文件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application 好 索引文件已经创建成功 三就代表三个数据员的意思 这是一个复合索引格式 那么好 现在因为有三个数据员了 打印出它的文档信息 三个数据员 我们现在在 既包括tst 又包括index writer的数据员 它有 它有几个呢 既包括tst 又包括这个index writer 它其实只有一个的 其实只有一个的 我们其实可以打印出 它的一个搜索结果的一个长度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不直接做便利了 直接打印出它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长度 叫做result length 结果搜索结果的一个长度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看出它的一个搜索结果 因为便利稍微麻烦一些 这里其实只有一个搜索结果 既包含tst又包括index writer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单元测试 运行一下这个单元测试方法 我们找到这个单元测试方法 叫做querytest里面的testboard类型 这样的一个单元测试方法 我们进行 哦 搞错了 我们进行运行 好 我们进行运行这个单元测试方法 叫做run as unit测试 我们再次选择eclipse 好 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其实是唯一的 唯一的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不 也就是说既包含index writer关键词 又包含tst关键词的 它的一个文件名称的一个字符券是唯一的 是唯一的文件名称的这样的一个 document是唯一的 因为它这里不包含这个index writer 它这里不包含这个也不包含 既不包含index writer也不包含tst 所以它是唯一的 那么接下来测试第二种组合条件 叫做叫做一个must跟must lot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那么比如说这个包含一个must 必须包含index writer 比如说这里叫做一个must lot must lot 就是说不能包含index writer 但是它必须包含tst的 所以它的长度也是一的 那么它指向的是第二个 第二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员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单元测试 叫做test block running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单元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 它搜索的结果就是第二个数据员 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的名称 这样的一个数据员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不包含index writer 但是它必须包含tst部分 所以它的组合方式应该是第二种数据员 因为它里面没有index writer 分词之后没有index writer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词条的信息 好我们接下来 那么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 must lot跟must也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shoot跟must lot must lot代表不包含 那么shoot就代表可包含可不包含 它代表可以的意思 也是说不确定的意思 那么这里因为必须要包含 那么它可包含可不包含 so的 那么大家猜一下 接下来的运行结果 它的一个长度是多少呢 是多少呢 must首先tst必须包含 这两个包含 这两个包含 那么must index writer 它可包含可不包含 那么明显这两个都是满足要求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单元测试 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为两个长度 为两个长度 因为我打赢的是第一个长度 所以直接将第一个数据人打赢出来了 这里没有问题吧 两个长度 好 那么接下来 数的跟数的 这个可以不要想 这个是指的是他们的一个病级 没有任何作用 数的跟数的 比如说这个也叫做数的 那么可包含可不包含 这里就是有三个三个长度了 可包含可不包含 可包含tst也可包含index writer 这里也是两个长度 因为它这里既没有tst也没有index writer 也没有index writer 所以它无论如何都是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这两个条件的 至少要有一个 这种组合方式就代表至少要有一个 至少要有一个 那么0个是不行的 0个是不行的 所以它有两个数据长度 大家对这种布尔类型的一个组合参数 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们的这种布尔查询的组合条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种组合条件 叫做range query范围查询 也建一个单元测试 public void test range query 也叫做一个范围查询 那么它是一个范围查询 我们可以找到range query的一个api r开头的range query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构造方法 需要是三个参数的 三个参数的构造方法 greater zone就是大于 大于我们的这个最小的一个query 那么小于这个rpod的一个query exclose range 在这个range之外 with a range query is built by a query password for input like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组合条件 我们来使用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range query 我们首先将它构造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使用的是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term 叫做我们的term 叫做我们的term 叫小的一个term roll term 那么我们就直接在这里 因为它有一个大小比较 有一个大小比较的话 我们就直接根据它的一个size 文件的大小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文件的一个大小进行比较 在这里可以查看它文件的大小不 169个字节 那么这里呢 这是148个字节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文件的大小进行比较 那么就直接叫做size size size不行的 因为我们的size没有建立索引 没有为它建立索引 我们暂时不为size进行搜索 那么我们就直接根据它的一个文件的名称 因为文件的名称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根据文件名称 就根据文件的名称进行一个比较 当然根据这个文件的名称 文件内容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之前做了文件名称的测试 我们就这里就直接根据文件内容来比较好了 content 那么首先content 因为它首先需要将它搜索出来 就直接叫做loom吧 loom 那么都含有loom 我们就直接叫做loom loom进行一个搜索 那么接下来构造它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term 上线的一个term content loom field text content loom 这个是大的loom 这个是大的loom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构造构数 大的loom seleeking all terms greater than but less than upper there must be at least至少一个term and或者这个term呢 maybe not in which case 换句话说 there is no bound on that side 没有绑定的一个界限 but if there are two terms both terms must be for the same fields 如果两个term 必须是同样的一个field 同样的一个field 也说如果构造两个term对象的话 那么他们的term的一个field 必须是相同的 那么这里取得是同一个field 因为我首先根据构造第一个数据园叫做loom 那么第二个数据园我们就叫做 叫做discarded 试一下discarded 那么我们将这将它构造过来 构造出来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参数 叫做inclusive 是否包含 包含 inclusive应该是代表不包含边界的意思 我们将它设置为true 不包含边界 那我们将它进行一个搜索 叫做rangequery rangequery 叫做我们的rangequery 好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单元测试方法 借unit进行一下测试 这里总是要选中 因为我这里还集成了一个 安卓的一个插件 安卓的一个插件 所以需要选中 那么这里它找不到 找不到heat 就代表没有进行构建出来 那我们将它进行 那我们将它进行 位置 位置换一下 位置换一下 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找到了三个 三个文档 我们这里如果放成false的话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它也是三个文档 也是三个文档 这个是代表边界的意思 是否包含该边界 该边界的意思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inclusive 查一下它的一个单词意思 inclusive 还包括exclusive 它是包括相反的 包含的 也说包含这个边界 true就代表包含 false就代表不包含 不包含我的这个边界 那么它也是搜索到三个 那么这里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将它们位置替换 就会有三个的搜索结果 三个搜索结果 三个搜索结果 这里它它建立所影的时候 因为是将将的数据员都建立所影 那么每个document 它都会记录一个位置 那么最先建立所影的 这个document 我们叫做第一个 所以它是最先进入 建立所影的一个document document 这里是小的 小的 那么也说 它的范围 touch run 这个discarded discarded 所搜索的一个结果 它是比较小的 discarded 因为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discarded 这个没有discarded 但是这个有discarded discarded 那么它的一个大的就叫做loom loom它是每个都有的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所以loom所指定的范围是最大的 它的查询的一个content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字符券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那么最小的就是这个discarded discarded 比如说我现在再换一个换一个叫做document document 那么document的三个里面都是存在的 我们就叫做document 进行范围的边界包含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搜索结果是一样 好 因为这里不是特别好查看 我就查看它的一个文件名好了 file name 文件名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index indexwriter 这是它的一个上界 上下界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两个必须是一致的 如果构造了两个的话 那么这个比如就叫做tst 再次运行下这个范围 范围的jUnit 也是找不到的 lora 那tst tst作为一个下界 这个代表一个上界 那么true就代表包含 包含上界和下界 它是一个b区间的一个概念 在数学知识里面有开区间和b区间 那么true就代表b区间 b区间 可以找到 它会有一个 会找到一个搜索结果 那么indexwriter indexwriter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那么tst 这两个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但是indexwriter 这个不满足 所以它只能满足第一个 只能满足一个第一个 那么如果这里将它改为false呢 大家可以看到找不到了 因为它只能满足第一个的话 如果都不包含的话 都不包含 都不包含的话 那就肯定是没有了 就找不到相应的 相应的文档信息 那么这里包含的指的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可以 演示它看一下 看它打印的是不是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打印的就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档信息 第一个文档信息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 它所查询的 查询的是一种 查询的一个 一个document 就是第一种 就是第一种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所查询的document 它是第一种和第二种 第一种和第二种 那么接下来 它需要做一个范围 范围的搜索 范围的搜索 就是说首先必须要做一个交集 交集找到这个第一种 然后包含的话 包含的话 就直接将第一种进行取出来 进行取出来 roll term 比如说我这里改成up term 将file name改成txt 那么这里就有第三个 三个 三个 就会搜索到三个 那么它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 term file name里面有进行一个term term操作 txt file name里面有txt upper case upper case upper case 好那这几课主要就为大家介绍了 介绍了 主要为大家介绍了三种 三种的个 查询条件 三种的构造 三种查询条件 来查询我们的收银 那么下节课 将为大家继续介绍以下 接下来的多种查询条件 查询方式 来进行我们的lucent lucent的搜索的功能 好那这这几个主要 主要为大家讲到这里 本课程版权归北风网所有 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3w.i北风.com 谢谢大家